现在当然是陷入双方各说各话的局面 但是我们都知道菲律宾的背后 不用说就是老大哥美国了 但是我们先从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 他的名字叫做Scott Ritter斯科特里特 他这一回说了大白话 他说美国就是利用菲律宾跟大陆制造冲突 他用的字眼是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他说其实美国从来就不是菲律宾的朋友 我只是利用你 好利用完了之后呢 菲律宾就会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当中 我们先带大家来听听看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We cannot beat the Chinese and we know this And yet we're using the Philippines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of potential conflict with the Chinese You think America is your friend So too did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they are dying by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Friends don't let friends die in those quantities America has never been the friend of the Ukrainians And we are not the friends of the Filipinos We don't like you If we did like you We wouldn't be doing this to you We are using you To gain some sort of momentary leverage over the Chinese We will fail The Chinese will win And you will be destroyed America is not here to help you America is here only to use you Until there's nothing left And then we will discard you On the trash heap of history 好 当然这个事件发生在17号 事情发生之后 越来越多的细节大家都公布了 我首先想针对一下这个情报员 他这一回说了大白话 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我想先问一下倩姐的是 为什么菲律宾他就是没有认清这个事实 我们可以看出来菲律宾每次换一个总统 他可能就会有一种摆当 所以说从南海仲裁到现在的小马可市 他就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这两个总统 就是摆当到完全跟着美国那一端 但我觉得今天这段讲话中间有两句 就让我很感动 他一个是说 朋友不会让朋友大量死亡 就如果你想说菲律宾或者是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已经是前车之箭了 是这么大量的流离失所跟死亡 所以他的大白话第一 说我们不是你的朋友 他不是说我们没有口头支持你 武器支持你 他说真朋友不会让朋友大量死亡 第二个大白话就是 我们知道打不过中国 所以我们只不过用你们去创造一个短暂的优势 他用的那个字是momentary leverage 或者短暂的一个杠杆 那么短暂的杠杆被诱完了以后就会被遗弃 这两个大白话我觉得现在极端亲美的小马克思总统 一定要听到或者是他身边有人有机会告诉他 如果没有人告诉他 那你现在可以看到萨拉杜特蒂呢 已经跟他的政权开始切割了 那么在菲律宾的这个政治体制里面 他们两个是分开选举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讨论说 下一次选举萨拉杜特蒂会不会单独选 甚至我觉得也可能不排除 会有在下一次选举之前更剧烈的政治动作 如果菲律宾真的开始有人缘死亡 被推入了一个区域型的小型的代理战争 或者是让菲律宾感到他的国家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 菲律宾人是有政变的传统的 所以那我想再问一下倩姐 因为这一回如果单就这一回中非两国在这个海上的争议来看 因为大家都说美国不是菲律宾背后的老大哥吗 那这一回菲律宾他们所谓的这个运捕行动 你觉得美国事前之情吗 马德雷珊从他做交开始 都是一直有美国的支持的 因为他们在整个的海洋法公约里面 他必须是在涨潮的时候浮在水面 所以他们过去常常利用 他在涨潮的时候有马德雷珊浮在水面 作为他们对这一个地区的声索的理由之一 包含了人员住在这里有直接的运捕 美国是不可能不知情 而且我们别忘了整个六月 美国在西太平洋动作很多的 首先他们做了长城的民兵三的洲际弹道的发射 到马绍尔群岛 第二个接着就是勇敢之盾 从北方第一岛链一路到关岛的第二岛链中间的剧烈的演习 再来马上就是环太平洋军演 所以美国不但是在西太平洋做了很多兵力的投射 并且有大量的海军跟海军陆战队正在这个区域 所以如果美国是真朋友 当菲律宾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应该看到他旁边 无论是海军陆战队或者是他的舰艇 在旁边有很多的行动 可是这一次看起来美国是说 你上你上你上 让他的朋友独自的去往前冲 好没有错 让他的不是朋友独自的去往前冲 对而且在事情发生之后 虽然美国当局还有相关的一些官员 他们有出来说一些话 但是就没有然后了对不对 对因为舰艇没有来 海军陆战队没有来 更强烈的明确的军事支持没有来 好我们再带大家来看到 这一回因为现在已经陷入一个双方各说各话的局面了 菲律宾的军方有指控 中国海警在17号这一天是在南海的仁爱礁猛撞 并且登上了飞国的海军船只 中方在混战之后不仅扣留飞方船只 而且呢有拿开山刀还有拿狼头等等器具来摧毁 而且没收了飞国的八支M4的步枪 还有导航设备等等的物品 并且有打伤多名的飞国海军人员 好其中有一个人在冲突当中失去了右手的拇指 好针对这个部分呢 中国的外交部犯人林建表示 菲律宾不顾中方的劝阻 执意要清闯中国仁爱礁 才是造成这次事态的直接原因 中国的海警在现场采取的执法措施 是非常专业而且很克制的 好菲律宾你一再宣称你运补的是生活物资啊 但是你一直在偷运一些建筑材料 甚至这一回还被发现你有所谓的武器弹药 你就是企图长期要侵占仁爱礁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严老师您怎么样解读这一回的事件 我想这个对台湾的意义蛮大的 就是说第一个这个不是人民解放军的行动 这是海警 那海警通常不构成战争行为 这大概也是美国没办法进来管的原因 就是说这是一个海上执法的行为 但是你菲律宾你是国家的军队 你应该可以回应 那可是回应有可能就会引发战争 然后问题在这里 为什么你的国 就是你以你菲律宾海军的力量 挡不住人家的海警力量 那我最近常常跟我朋友开玩笑说 我说现在两岸关系很紧张 我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人叫管碧林 因为他管着我们海巡族的船 因为我们以后对抗的都是海警 对不对 不会是人民解放军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概念 但我觉得就是说 今天美国以前有讲过说 如果菲律宾 因为他们有条约的 菲律宾如果是被攻击了 应该按照道理来讲 美国是要互相要有支援的 就是有这种叫做 我们讲说机体安全的这种概念 但看起来美国也没有 那刚刚我们前面提到 这位美国的情报官讲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就是大概是 美国的军人真的很会打仗 他的武器也很精良 但是他也常常是比较晚进战场 就是让你们都消耗得很厉害了 譬如说一次大战 1914年就发生一次大战 那美国是到1917年年初才进去 等于两年半之后 我最记得我读美国历史的时候 他们说 他说欧洲人不是德国法国 打了个豪沟战都很累在那边 他说结果美国这个大兵一来 等于是一个新的部队进来 就很快地就占到了一个优势 所以这个是美国一次大战是这样的 二次大战何尝不是 可是你看到美国碰到挫折 这讲都是传统战争 美国碰到挫折的时候 譬如说越战 譬如说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一个是丛林 一个是高山峻林 一个是沙漠 碰到这种非典型的传统战争的时候 他就非典型游击 类似游击战争 他就不是那么顺利 所以美国确实今天他真的不希望跟中国大陆 马上直接有个冲突 他当然是希望菲律宾做一个垫背 来消耗 就好像他们消耗 透过俄罗斯 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是一样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可能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是不是也是美国用来消耗对岸的 一个旗子 那特别是今天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大陆的海警船 这种执法态度 以后我 因为大陆有可能他不会对台湾进行所谓的封锁 封锁这个blockade这个字 代表的是战争的意义 但是呢 他可能就用我们这个COVID期间 大家最熟悉的隔离 隔离是什么 隔离就像现在要隔离菲律宾 他隔离武器不让你进来 他说你贸易造成 人员造成可以出 但我不让你有武器进出 因为你的武器很可能是拿来对付我的 所以这是我们台湾要去想的 就是如果今天大陆采取隔离政策 美国支持台湾 可是武器除非是空运进来 我不晓得空运能不能进来 海运的话 可能大陆就是用海警帮你隔离了 那到时候你怎么处理 接下来我先问一下这个静平哥 就是说这一回是菲律宾的海军 对上大陆的海警 为什么菲律宾的海军可以说是全面溃败 他们是海军也有人说他们是特种部队 是海豹部队 而且他们的军方人员应该是美国有帮他们做训练 可是大家都知道大陆的海警 其实在全球各地 他们的这个实力跟人数都很惊人 这回菲律宾的海军怎么会这么的弱 先讲大陆的海警在全国 全球的这个各个国家的海军实力大概可以排到前十名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这个惊人的这个发展 而且它的盾位 我光是以盾位数 它的这个海警的实力就可以排到世界第八 一个海警可以等于一个国家的海军 而且它的实力可以排名到世界第八 你就知道它的可怕 那它的盾位 然后它的 它等于算是第二海军 用这样的来讲的话 其实人民解放军海军大概也不会否认 那美国跟这个包括台湾在内各个国家 当然也都严正以待 而海警的作风 以向越来越强悍 着远于他们的这个执法 尤其不久前这个6月15号 他们才公布说 针对南海 其实是针对菲律宾 他只是没有把菲律宾这个国家 三个字这样念出来 这个英文名字念出来而已 他其实就有讲过了说 如果针对这样外籍人士 入侵了他们所认定的 只把有争议的这个海域 比如说就是仁爱礁 还有这个马德雷三号坐摊的 这个军舰这附近 这些有关于南海的争议海域 只要有这些外籍人士 被他们认定的 就是入侵他们所 在这个管辖的这个范围内 他们有权直接未经审判 可以扣押 扣押这个外籍人士 然后甚至 时间最长得到60日 60天以上 那在这个规定公布之后 你如果还动作上面 还是嫌卵嫌这样一个 甚至在冲突当中 你示弱的话 那就交代不过去 所以这一次他为什么 这个动作会这么强硬 而且对菲律宾 丝毫不守软 尤其是面对了海军 不要忘记了 上一次飞国海军 他们已经有人隐藏在 马德雷三号的坐摊军舰里面 而且是手持M4的这个步枪 M4的步枪 我们都知道是每次的这个 近战的突击式的一种步枪 他就是拿着M4步枪 对着海警的人员 当时这个中方海警人员 已经发现这个事情 然后中国的媒体也披露了 然后这个飞国媒体 自己也有报道 也承认 对就是飞国的这个海军也好 或是飞国的海警人员 就他们的部队武装人员 我就形容我叫武装人员 拿着M4步枪 枪口就指着这个中国的海警 所以这口气 孰冷冷孰不可能 就是你上次已经这样 已经警告过你 那你这一次再度发生痛突 这点有点类似 中印边界的这个 他的一个争议的冲突 当双方用冷兵器 你就乖乖就用冷兵器 那如果你跳脱出冷兵器的时代 你一要拿枪拿炮上阵的时候 中方大概也不会跟你示弱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可是南海又特别敏感 不同于陆地上的这个 在这个中印边界的 这样一个冲突以外 所以在南海的这个海域上 他在海警冲到第一线 他虽然用其他的这个方式和兵器 和他的一些什么这个所谓的器械 去制服了飞国的武装人员 手持了这个M4步枪 没收了八支 那可见他们有备而来 八支耶 八支的M4步枪 可以说是一个班的兵力 再加上根据中国的媒体描述 飞国的这个武装人员 甚至把机枪架起来 把机枪架起来对着中国 上次是拿M4步枪 你这次拿机枪 你是准备开战吗 如果飞国的海军 你是准备开战的话 中国的海警 他在第一线 后面的就是中国海军 飞国不太可能 不清楚这整个状况 所以不是说飞国的这个海军 他有了胆势 有了这个力量 就可以跟中国的抗衡 而是美国在后面给他撑腰 刚刚倩姐和我们严老师都有提到 美国才是后面 他这个营武者那个老大 美国不想直接跟你冲突 但是美国要看你中国 如何跟菲律宾 在这场冲突之后 你要如何这个下台阶 或如何善聊 那美国是情况 给我找到着力点 我当然介入 我一定要找到借口 然后我甚至一定要找一个 名正言顺 师出有名的一个方法 当然就是当菲律宾被踩在底下 被打趴了之后 中国怎么样怎么样 欺人太胜 假设这种情况 美国就可以说 我是正义知识 我来帮这个菲律宾 然后菲律宾请求 因为美非开始签订了很多 相关的这个军事协议 所以美国一直在等这个 timing契机 中国也注意到这种情况 他也不可能说 我拿你的枪之后 把你的人就打炮怎么样 他一定谨守在 因为国际法规定也很 规范也很严格 还有他们在中国海警 虽然在执法过程中 他们也不可能真的 虽然我刚刚讲 6月15号公布的新规之后 马上就实施 就把你这些人给这个扣留 他也不会这样 贸然这样做 因为他知道这种事情 可大可小 然后踩在这个界线的前后 是一个红色地带 所以他干脆先没收 你的这个枪支 你的这个枪械 以免插枪丑火 万一谁开枪了 或是机枪 他真的扫射的话怎么办 所以一方面中国海军 在后面压阵 中国海警冲第一线 他的直拔手段 一定会比以前更强悍 再来他面对的是 飞国海军 跟飞国的武装人员 就在里面 因为海军陆战队 菲律宾的武装部队 本来就有经过 美国方面的训练 只是你敢不敢 真的用在冲突上 派上用场 要不然美飞 兼命兼联合军演 每年这样进行了 两三个礼拜 难道是花拳袖腿 玩假的吗 美国当然是希望 你菲律宾西菲律宾海的 相关的海域 只要有这样 类似任何的状况 我就派你菲律宾的 这个部队做马前途 去把这个岛屿 给抢回来 只是目前美国 还找不到那个契机 而菲律宾也还不敢 真的这样做 面对的国际 尤其是在南海 这样的一个争议 复杂的局势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已经打到边了 打那个插边球 但是不敢真的 明刀明枪的硬干 中国大概也知道 那个状态 所以每一方都在观望 中国也在观望 美国也在后面看 菲律宾更小心 但是菲律宾 你夹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我觉得就会越来越 你要马拉凯南瓜 要认清局势 否则稍一不小心 菲律宾就会涨身 在那个战争的火海里面 当然对于各国来说 大家都在观望 都在等一个时间点 刚刚这个靖平哥 也有特别提到 有关于架机枪的部分 这个是环球时报 他18号获取了一组 由中国海警执法 现场的影像就显示 其实五倍升级的飞方 在这回运捕当中 飞军出动的运捕船上 甚至还架有机枪 当然这个对抗的态势 就非常的明显了 而且还出现很多 针对性的战术调整 另外也包含挑衅 意味十足的危险动作 都足以戳穿飞方 试图营造所谓 受害者的虚假形象 我问一下倩姐的 就是说 他不是说 他是要运捕生活物资吗 那为什么这一回 你还会被发现 甚至有武器弹药 其实陆陆续续 都有武器弹药 另外有很多 刚才特别讲的 就是营建所需要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计划 应该是把 马德雷山的外壳保留 但是建成一个军事碉堡 所以海上的碉堡 如果建成的话 当然对于他们 长期的战友 仁爱礁 就有绝对的帮助 因此防围杜鉴的去阻止 也是这一轮 我们会看到冲突升高的原因 可刚才特别讲的 一件事情是 菲律宾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菲律宾打的算盘 常常就是跟美国给他多大的支持 跟底气是有关的 我们刚刚特别讲了 在做南海仲裁的时候 是一路亲美 那小马克市也是一路亲美 到目前为止 你所看到的 就是美国已经很有效的 把菲律宾变成了一个 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火药库了 从上次的五个基地 后来的四个基地 中间已经开始部署了 一部分的这些基地 如果你仔细仔细看的话 从台湾的巴士海峡以南 前面就是那几个岛屿 然后再是菲律宾的 主要的岛屿以外 再往南去走 就是巴拉旺群岛 接着就是马来西亚的沙巴 所以这一系列的岛屿 都可能成为美国的 远征前进作战基地 这是我们讲过的 它的一个新的战术 所以小小的岛屿 都可以成为它的新的基地 那每一个基地 就变成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 那对于中国大陆 整个南海 所谓的这个声索 因为我们说所谓就是 其实它本来是没有争议的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是由美国借给 当时的民国海军 去在这些岛屿中间的 设了戒碑 因此我们画了领海基线 我们画了U型线 就是那十一段的U型线 那这些突击 全部都是送到联合国 联合国所有的国家都承认的 直到1972年 在2758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代表权的转移 但是代表权的转移 并不改变这些原来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就由日本归还中华民国的事实 所以说这些本来 没有争议的东西呢 现在变成所谓的争议海域 那么争议海域 菲律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 另外一边当然就是越南 可是看起来 越南是一个不稳定的抓手 因为马上普京又要去访问了 那越南也跟美国打了非常长期的战 所以美国真正的抓手 只有一个就是菲律宾 而且曾经是前殖民地 好 那既然是前殖民地 按照这位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的讲法呢 你是真朋友的话 你就要真金白银的 真枪实弹的来支持你这个真朋友 每年不是刚才靖平还讲了 每年都要做这个肩并肩的军演吗 而且它的规模都是两万三万人的 就是人数是非常多 两万多人是每次都有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菲律宾 其实在我看来 是在一个极端威胁的位置 如果说在亚洲地区 可能有一个火药库 那么朝鲜半岛不能随便动 如果动的话就有核威胁 就是全世界的人会有核威胁 台海不能随便动 如果动了的话 就是美中两国 两个核大国也会直接的对抗 因为台湾是中国大陆说过 无数次的核心关切中的核心关切 那么所有的关键的利益就是 台湾就是最关键 所以朝鲜不能随便动 台湾海峡不能随便动 那么剩下可能可以 如果他们妄想要做一个小规模的 灰色地区的 就是灰色地带的这种战争 小时候擦边球 小型的可控的冲突的话 剩下的就是菲律宾 所以菲律宾真的在一个极危险的状态 这次中国大陆所公布的这些所有的影片里面 有一部分是从菲律宾的视角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菲律宾是真正的带了武器 准备要去冲撞 而且还有他们直接没有符合海上遭遇准则 直接去冲撞船的 但是当然两边的盾位不同 那么两边的武器也不同 所以说菲律宾应该算是说 在这一轮败下阵来 那败下阵来的是非国的军事实力 而不是他的民间的渔船 或者是他的海警实力 所以一边是海警 一边是军事实力 这种冲撞已经构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菲律宾的老百姓如果不想清楚 任由他们的领袖 继续带他们往这条路走的话 那么我就认为菲律宾会是亚洲 第一个会产生真正的战争 或准战争 或是灰色战争的可能发生地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快点购618狂欢年终器 超啥优惠等你来拿 全场购物最高想10%回馈 还可用100元 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赶快加入抢购行列 并输入推荐码 想更勾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